先恭喜你昨天拿到瑜伽吧 拍攝的電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們也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 這次非常感謝整個幕後團隊 但這陣子確實蠻多人就是把你認錯 對 也不是 但他們一部分是 一部分我相信真的有就是 就是誤 誤 誤認的 就也沒有關係啊 就是 因為我有跟小天講 我那時候跟他講我說 誤誤這片子很好耶 然後人家都以為是我拍的 他覺得整個拍的過程 然後就挺魔幻的 所以他覺得如果是這樣他 他也就 就挺魔幻的 他就回答 他就跟我回答 所以有人叫你陳桂林嗎 有有有有有 但大部分都是認識的人 或者是 他明顯的看起來 好像當下我願意開玩笑的樣子 請說 請說 有沒有一些台灣的作品 重要的答案 這個人其實還是希望 因為其實台灣一直有很多很好的戲劇 有很多很好的電影 然後包括我們台灣的 不管是電視劇還是電影的 就是整個影視行業其實 一直在往新的方向突破 當然這些年我其實都在旁邊看 就是我只能夠關注這個事情 但我參與的確實很少 現在的台灣的這個影視的 這個整個作業的 跟這個影視圈 其實我是有點陌生 但陌生到 我覺得有一點點興奮的程度 本來這邊是我的家 然後但是現在居然對這裡 開始感到陌生 會讓我覺得 好想跟 新的人 再合作看看 那最近有什麼 比較新生代的演員 看了覺得 你非常想要合作 新生 我看新生代的 確實比較少 真的剛好看到那個 我又又看到了那個 康仁演的那個 復讀青年 但因為他也不是新生代 所以也不是 新的新生代 那我跟誰有的誰 許光 那許光 很多女生很喜歡 那你這個身為就是男神 我們我還敢說男神 有年輕量大 不好意思說 始祖的不是男神 現在就是Energy 就是 Energy 酷 對 會不會這麼多年合體 那你自己會不會想要跟 一八三合體 一八三合體 這樣 有機會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以前比較像是拍戲的 原生 因為我們大部分發的專輯 都是原生代 如果要合體的話 好像是應該是因為戲 然後再合體 但因為我們突然 你叫我們五個人突然唱跳 我們好像 看不太到 五十六噸的話 你可以 我不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啊 你可以五噸嗎 五噸應該可以啦 五噸應該可以啦 但是現在不曉得 如果要努力的話下去 好